好,我們就優良傳統,準時開始 我是孫友蓮,就是那個主持人 台灣健康人的行動協會的理事長 其實關注的議題大概跟健康有關 我們在這邊辦了,跟哲務一起辦了很多的活動 都跟健康的平等,健康人區有關 有空的話可以到我們網站上去看一看 好,郭勉淑德再問一下 現在你會當已經有人講說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哲務的請舉手一下 很高興,現在是多帶一些香港的朋友過來 大家都在空間 請大家回去,有機會多帶一些朋友過來 每一個禮拜五的晚上 同一時間,同一波到 都有精彩的對話,精彩的活動 可以跟大家討論不一樣的主題 你可以很輕易的跨界,跨裔 就可以了解更多會的議題 例如你看到我的話 應該也會知道我要講健康 或者是老公的經典品 那今天,這個標題下的比較 魔鬼教育的序矩 真的嗎? 這是他們的基因編輯寶寶的光跟暗 所以其實有異色 比如說,它可能是光 它可能是暗 它作為這個所謂的 就像什麼科技啊 治療的一個方法 它應不應該 或者它能不能 這個技術能不能普遍的使用 那這是第一個議題 這是技術的問題 技術的問題我相信很容易解決 技術的問題比較 坦白講,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技術可以解決的問題 基本上就不太是個問題 我的意思應該是這個樣子 它該不該 該不該使用 這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那我絕對不是這位的專家 因為我是念社工的 嗨! 嗨!我們念社工 這邊研究所念公共衛生 不過跟這個議題又很邀遠 但是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台灣受制的保護協會的理事長 林律宏 來,跟他們先掌聲一下 我去這個律宏的點數 大概上次到處演講 在講IRV的東西 然後剛剛這個議題 我相信 絕對跟 跟 他的這個頭銜 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關係 有沒有臉書這個協會 歡迎到這個臉書的按讚 我們就可以收到 他們協會的一些活動 那當然 在文案裡面也請 看到文案有興趣的是 那我們能不能真的 找出一個完美 或製造出一個完美無缺的 這樣的一個寶寶 或者是 好 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鼓立宏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 好,那 休息 謝謝友人 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這個題目定的 其實是有一點恐怖 但是 事實上其實更恐怖 那等一下就有一點點來看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這個是 關於這個 抗HIV或抗艾滋的這個 基因編輯的寶寶的事情 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 是在11月20幾號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在 這個科學家突然在 他透過的是Youtube 在Youtube上發表說 他將在 隔一天在香港的那個 基因編輯的大會裡面 要宣布他已經完成了這件事情 然後 而且已經生產出了一對 雙胞胎 然後這個雙胞胎的基因 已經被編輯過了 所以以後會有抗HIV病毒的能力 好 那這個事情丟出來之後 引起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討論 那 之後呢 就是引起了一波 就是大家開始在討論 這件事情的增獎之後呢 也在討論那到底 隔一天隔兩天的那個 大會 他會不會出席 讓他出席了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在當天在會場他的 他的談話 還有大家對他這件事情的反應 那我們等一下再 接下來談我們的內容 我想如何 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可以 我一定會有 我有一半的 很好的 我會先聽到 escend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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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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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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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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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回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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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人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之后 先放在心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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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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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